來 布袋的張先生 張先生 你好 張先生 你好 張先生 剛才說馬英九 說他如果總算 他要跟中國簽署的和平協定 對 這是統一協定 你想呢 應該是他的唯一 唯一應該是統一協定 是不是這樣 我一年那就是統一協定 對 所以說這個我們的 台灣人也要了解 這是統一協定 還是投降 投降協定 老實說 如果要簽和平現在就可以簽了 你就承認一個中國的和平協定 還有 是不是他可以跟我們公布 他的那個協定 協定的那個草案 中國那邊的版本是什麼 是不是叫他要簽署這個統一還是投降 是 是 是 好 我們這次的總統這樣不定 定義統一公投 但是我們不可以叫就是統一 是 是 這樣 好 張先生 感謝 兩件事 第一 他的黨黨和黨黨現在是什麼 統一 統一嘛 他沒有改變嘛 第二 台北市我算一算 郝龍斌起來一講一本 什麼 漢語拼音 什麼 中正紀念堂 再來健保會不繳 我要跟大家報告 反正堅持兩階段投票 他有告訴你 那不是一國兩制嗎 那不是一國兩制嗎 那不是一國兩制嗎